我们看到1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资助世界卫生组织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也就是1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称 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严峻正处在关键时刻 美方此举损害国际抗议合作 敦促美国切实履行自身的职责和义务 美方这一决定将削弱世卫组织的能力 损害国际抗议合作 受影响的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 特别是能力脆弱的国家 我们敦促美方切实履行自身的职责和义务 支持世卫组织领导国际抗议行动 赵立坚表示 作为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最权威最专业的国际机构 世卫组织在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态的作用 尤其是新冠疫情发生以来 在谭德塞总干事带领下 世卫组织发挥了中心协调作用 得到了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高度赞誉 发言人在会上也提到 中方已经为世卫组织提供了2000万美元 用于抗击疫情 未来中方将一如既往 支持世卫组织在推动全球公共卫生事业 以及应对全球抗击疫情方面 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